国际焦点来看是 菲律宾南部发生了7.6强震 这区别摇晃 民众间造逃散 而酒吧餐馆到体育馆 都陷入了一片恐慌 他们当局就警告说 有可能发生毁灭性海啸 几乎沿海民众赶快撤离 日本现在也发出了海啸警报 突如其来的地牛翻身 让原本欢庆周末的酒吧餐厅 陷入恐慌混乱 剧烈的晃动下的 全场顾客拔腿就往外跑 还有女生吓得抱在一起 尖叫不知所措 妹妹躲在桌下拍下灯具 有如钟板一般 朝着两边大幅度晃动 咖啡店里的电源机 紧一感受到摇晃 翻过柜台就逃 下一秒外面坐的一群客人 也跟着逃命一片惊恐 电线疑似因为地震受损 爆炸走火火星事件 菲律宾南部最大岛 明德纳尔岛 在当地晚接10点多发生 7.6强震 深度32.8公里 之后进入到多达500次的渔战 大地疯狂摇晃 体育馆正在进行的篮球赛 因此中断 人们全部冲向出口 就怕整栋建筑硬生倒下 便利商店架上货物掉落地面 工作人员先走再说 接着店内陷入漆黑 民众第一时间抱着小孩 逃出家门 大街上全都是人惊魂未定 小朋友震大眼睛 躲在爸爸怀中饱受惊吓 菲律宾当局警告 可能发生毁灭性海啸 呼吁沿海居民尽快撤离 美国国家海洋大气总署也警告 印尼 马来西亚和帛琉等地 会有海啸 记者送好报道 那么气象署呢 是罕见地发布了海啸警报 虽然预估这潮位低于30公分 4分钟之后就解除警报了 但海啸专家提醒 像台湾呢 不是海啸的绝缘区哦 当海水接近陆地的时候呢 波高增加 可能就会有致灾性海啸来临 那真的遇到海啸来临的时候 应该要采垂直式的逃生 才最有机会保命 一起来看 一阵天遥地动 民众四处逃窜 菲律宾明达纳尔岛 12月2号晚间 发生规模7.6地震 尽管阵阳不在台湾 但中央气象署也罕见 发布海啸警报 最后预估 潮位低于0.3公尺 在凌晨0.46分 在此之前 2011年8月2号 被害到曾发生规模8.1强症 台湾曾对沿海首度发出海啸警报 但其实海啸警报发布标准 是侦测到台湾沿海及近海 发生规模7以上 深度潜于35公里的地震 但不是每个人都会收到 因为沿海分成6段 如果影响台湾的海啸波高 可能达30公分 这些警戒区的民众 手机都会收到通知 而地震中心也会横向 通知各大栽防中心 此外各国发布海啸警报的标准 也都不同 像是日本腹地大 海啸往往可达3到10米 台湾腹地则较小 海啸多在3米以下 海啸的冲击波都不同 专家也提醒两大逃命关键 如果走在路上 最好骤进到建筑物顶层逃难 但若是在开车 就要紧闭门窗 防止被海啸卷入 专家指出台湾常有地震 却不是海啸决院区 记住逃生守则 一旦天灾来临 就能把握机会逃生 记者是盛行 陈明轩台北报道